麦坡身向三座组屋四年前获选加入选择性整体重建计划 金屋局表示截至上个月中旬 300多个受影响的屋主当中超过9成已预定了新组屋 来看记者李增益的报道 在整体重建计划下 麦坡身向第81座到第83座组屋的313个2到4房式单位受到影响 当中254名屋主已预定麦坡身地铁站附近的替代组屋单位 另外29人在其他市镇买下新组屋 位于循环路的新替代组屋目前仍在兴建 预计明年第二季竣工提供630个新单位 从那个规划的蓝图来看 它其实还是以一个住宅区为主 可以建比现在的高出一倍的这个楼层 可能有了一些新的综合项目 加这个零售 那它也可以带动比较多年轻人来这个地方 至于受影响的29家店铺 9家已选择搬到替代单位继续营业 我刚刚逛了一圈后发现 好几个店家其实已经搬走 也有业者表示不打算找新的店铺 两年后必须搬迁时就歇业不做了 不过空置的店面也吸引了一些短期租赁者入住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租金并不高 搬的话我其实只需要八个月的时间 如果那时候能找到这么好的环境 这么适合我们的行业 又价钱又合理的话 那当然是街道欢喜的 受影响居民和店家必须在两年后搬走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曾益报道